因为你刚刚讲到说 这个11月 去年的11月败选 有没有是外面不知道 但是是其实 因为大院长也做了一年四个月 有没有什么是他也要负一些责任的 这个政府其实是议题的 我们总统当然是从2016年开始 就是蔡英文 但是我们这个行政院长是一棒结一棒的 所以第一任的领权 其实他做了很多规划的工作 那也开始了很多新的事情 但是当然他受的批评跟压力 也是相当的大 那第二任的蔡院长 他就是在他打下来的基础上 再继续去做 所以每一任的院长都有他的贡献 但是每一任的院长 在他处理政务的过程中 他会产生的一些政治效应也好 或者是人民不理解 产生的抱怨也好 这种政治的负面的这些影响 都会有的 但是最后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 因为总统是全民选出来 所以就是由总统来负担最后的责任 是 这个因为现在有一种讲法就是说 民进党的初选的设计之所以那么的短 当时是因为看起来只有你一个人参选 连任 所以才会这样设计 那可是后来没有想到是赖院长也跳出来了 想问总统一句话就是说 那赖院长在就是他登记之前 有没有跟你宣誓效忠过 这个这样讲了 就是说赖院长出来表态要参选之前 我想绝大部分的人 大家都不觉得他会出来登记 所以他后来出来登记确实是 我也讲过 确实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意外 那对很多人也是一个意外 有没有跟你宣誓效忠过 说总统我绝对不会出来选 然后我一定支持你到底 这个他的很多的讲法 其实都是公开的嘛 在公开的场合你都可以看到 你问过他吗 就是有问过他说他会不会选吗 让我想想 好像没有机会问 在他离开行政院之后 我们见面机会确实比较少 是 那有托人问过吗 我想这不用我托人去问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还是对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会有好奇的 我相信应该有不少的人去问他 所以你说你很意外 这个意外可以说有被突袭的感觉吗 就是意外啊 那时候总统正在南太平洋的友邦访问 等一下回来再请教你 那时候你的心情如何 因为你要应付嘛 好那这个大家收听的是 报道全世界 我是郑鸿怡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我们的小英总统 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广告 好欢迎继续收听 报道全世界 我是郑鸿怡 我们今天的访问是 是我们的小英总统 那总统他刚才说 他对罗青町医党 这个去表达要参选的时候 他自己也很意外 很意外 那时候你刚才在南太平洋 友邦访问 那时候心情什么样 因为出国做外交的时候 因为一站接一站 都是每一站都有不同的国家 那有不同的议题要处理 那行程真的很紧凑啦 没时间去想那些事情 有点嘛 因为台湾的媒体 都要求要问你 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对那个事情的看法 我论他说 我们回去再说 那就是赖院长有说 说他选拟 他选择出来参选 就是希望说 不要让台湾变成 第二个香港 第二个西藏 对这点啊 总统有什么感受 看法 没有人愿意 让台湾变成像香港 西藏 任何从政的人 其实都一定有这样的意志 就是保护台湾的主权 让台湾这种独立自主 的主权可以持续下去 所以这是每一个从政的人 或者是做总统的人 他是最根本的责任 那问题在于就是说 要集结最大的力量 才能够守得住 所以这段时间以来 我也一直在强调说 其实一加一确实是大于二的 那也希望就是说 大家可以合力 那能够我们这个执政 可以持续下去 那我记得 赖院长曾经说过 他要力挽狂澜 我觉得 比较精确的讲法 应该是我们要合力 来挽这个狂澜 所以我觉得 以现在的情势来看 确实合作 是我们唯一的选项 能够集结最大的力量 来守住台湾 合力挽狂澜 总统 你感觉说你那个合力 是怎么合 其实我们 只要有这个意志 有这个想法 其实都会 支持者 或者是我们所有的 这个党员同志也好 或者我们的执政团队 大家都会尽力去 找出一个最合适的方法 你有希望初选今年到处吗 不论是初选要不要进行到最后 这个只是一个命题 但是目标 是必须要整合最大的力量 这个才是目标 是 所以这个冲算 如果是真正走到 竞争到最底的话 总统对选情的评估是什么 我们当然是尽力 尽最大的力量 那也希望就是说 以我们三年的执政的 这个努力 还有绩效 可以继续得到我们选民的支持 中东才说 筹算这是一个选项 它是一个命题 一个命题 但是目标 是整合最大的力量 赢2020大选 你愿意 透过这样的机会 跟赖院长讲几句话吗 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 也就是我们 我们大家有个共同的责任 就是要确保2020年的胜选 那我们执政可以延续 那一加一确实大于二 一加一确实大于二 那总统的意思是蔡赖沛吗 我想我们的支持者 跟党员都有很多不同的创意吧 当然蔡赖沛谈的人是很多了 但是应该还有其他的想法跟创意吧 总统过去那段时间 从赖院长想要选的时候 有没有一丝丝 有人劝你 或者是你一丝丝说 那你不想连任的 不想选举的念头 不会 一个总统最大的责任 就是让他的执政可以延续 让他执政做的成功 不是吗 是 那我想这样 现在看起来 因为民调就是赖院长大概一半 你大概一半 那你对于赖院长的支持者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 就是还是一样的道理 道理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民进党还是要做最大的努力去整合 把我们的力量能够整合 那集结这个社会上最大的力量来赢得2020的大选